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Jason 我們的舊生回來 會分享關於他四年在PolyEU讀的Radio 即是叫放射學的分享 關於學習的生活 好 問題想問 一個很堂都會問 就是會在一年級收到一個科目叫做物理學 究竟是否一定要有這個物理學的背景 其實他沒有一個特別的規定 你一定要用Physics 才能夠讀這個東西 不用的 其實在EU的Physics 它會分兩邊 它會取決於你在DSE 時有沒有讀過延伸數 如果你有讀過的話 它會編理你會讀 Advanced Physics 但如果你沒有讀過的 只是讀 Core 它會編理你讀 Introduction to Physics 就是純粹是讀 DSE 和 D6 好 那就是一個放射學 有兩個流程 叫做 Medical Imaging 第二個就是 Radiotherapy 叫做放射治療 可以趁這個時間 簡單介紹這兩個流程的分別 Medical Imaging 就是做 Diagnosis 就是用一些不同類型的儀器 替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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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同範疾 例如電腦素描 CT 磁力共振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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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医生的指示,去想究竟我怎样可以用这些复射去打那粒的癌细胞 以及我怎样可以与医生沟通 那在什么年级开始要分科,以及分科整个程序是怎样呢 那我们是去到年二,即是暑假 我们选择科之前,其实会有一个观察 为期两天,就会在一些公立医院那里 一天就会去看医生的照片,一天就会去看讨论 接着去到看完,看完,接着就会去选择科 如果你是选择讨论的话,其实是要做一个讨论 因为相对修人也是少很多 成绩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一个最主要因素 他最主要的因素是看你自己本身的性格是怎样的 个性格是怎样的 以及他觉得你选不适合做一个讨论 而另一边,医生的照片 就没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讨论 完成了流程之后,你就选择了医生的照片 究竟在EF3和EF4会收到什么科目呢? SAM2开始就会读一些基础的X光 即是怎样照片,摆位是怎样的 究竟复射的剂量多少才够照片 接着去到EF3,就会开始学一些高深一点的东西 就是刚才所说的电脑素援、磁理共振、核子医学、血管造影 其实都是一个介绍 不会说读完之后就会立即识照CT、识照MRI 据所知,除了有课堂知识之后,即上课 另外也有叫做clinical placement 即是去不同的医院就有做一个实习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clinical placement 我们会在E2的SAM2的暑假 就会开始进行clinical placement 被分派到不同系统的医院 就会去做一些真正下手去做 如何去帮患者摆位一些工作 每一个Block都会有一个assessment 接着去到E3的时候 他们就会参观这些部门 但我们也不会说如何下手做 我们纯粹都是观察问题 在E4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星期 一至两个星期就会去私家医院 好,那去到最后,E4 最关键了,最紧张就是考试了 这个考试和一般的其他学科考试有点不同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完成了所有的placement 最纯粹E4的placement 我们完成后,我们会有一个终极考核 这个终极考核就是Oskie Oskie不是Radiography专有的 其实它是来自Medicine 当然模式是类似的 但考试的当然不同 模式不是用纸笔去做一个examination 它是用oral的,用口的 那你去到examination room 我们会被分派做五个人或一组 去到你那组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会被分派去各自一间房 所以总共五间房 你要五间房考完 你才会等于你完成那个考核 每一个考核的examination room 都会有一个限时的 大概就是五分钟左右 在那五分钟内 你就要进去看examiner 以及看内部的问题 根据那张问题纸 所问的东西 你就用口说出来 五间房其实你考的东西都很不同 那考什么呢? 考就是你这四年学过的所有东西 以及你在clinical placement 可能看过的东西 其实它都有机会考的 但是你给人家的好吗?